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而在12号县长徐真卫 是接受了来自国际私事会各单位 所捐赠给花莲县政府的关怀访试车一辆 未来这辆车希望能够为推展老人福利服务 以及交通接受访试的工作来增添注意 七星市会传统会长游林坚在国际私事会300A1 区总监曾经前 民肤总监正行前陪同之下 10号率领七星市会会长夏志鸿等权利私有 在花莲县政府捐赠一辆关怀访试车 前来许中卫首先感谢七星市会的贡献 花莲县为长照执行涵概率全国第二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我们能够将涵概率骗取前线 更不仅是要感谢所有照顾人员努力 以及花莲到载关怀服务车的普及 并在有限的预算当中 社会企业的协助让我们如虎添翼 因为他的这个他的探访方式 在整个花莲县陷阱如此宽的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老师骑着 电动摩托车小米辆到载去 所以因此我们的关怀服务车的车辆 其实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现预算里面 我们会补足 但是我们更感谢社会企业的协助 让我们如虎添翼 让我们能够让社工园在访市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便利及更加的安全 所以在这里我们在全国的 这个覆盖率这么高 我想第一个 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花莲县我们的医疗资源 集中在北花莲 我们有一个医学中心 两个区域医院 一个地区医院 我们的医护能量比是 远高于6度的 可能都还比台北市还高 但是为什么花莲县有这个困境和瓶颈 因为集中在北花莲后 中花莲和南花莲 其实它就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启动了远距医疗 远距医疗 把13个乡镇卫生所 我们13个乡镇的卫生所 把它成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智慧诊间 之后再结合我们 13乡镇的所有的基层诊所 变成一个区域的联网 社会处长陈佳佛表示 非常感谢国际社会 三年A1区 及台北市七星社会 募款捐赠修理室的公益车辆 投入社区关怀仿制 该车辆新人家 且行李箱容量大 可满足花莲线 偏乡山区地形的交通需求 有力于社工人员 在社区关怀照顾工作 并有效提供福利服务 让展示们幸福安心 记得总为华首位老